捐血活动刚开始 市医院黄柏林和志工们 忙着协助捐血中心的人员进行敞步 在大顺和建功路口挂设捐血的标语和布条 希望能够吸引民众的目光来捐血 那还是有很多重大的疾病开刀持续在进行 那我们还是需要很多的热血来支撑这样一件事 所以也呼吁大家时间到的热心的好朋友 大家勇敢捐出你的热血 像柏林已经捐了109袋 那我时间还没到 我时间一到已经尽快来捐 也很感激黄议员捐血中心 也给我们这个机会 欢迎大家热心的来捐血 现在血库缺血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民众捐血意愿低落 造成血液库存量只剩下四五天 而且各种血液都很缺 黄议员一口气包向四场捐血活动 募集善心企业提供的小礼物 要送给来捐血的民众 捐血中心也呼吁民众戴口罩 做好防疫措施 还是可以来捐血 FB看到的 就时间到了大概上下就会捐 其实我们也希望捐血 就是确保自己的身体状况 都是安全的 然后也没有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是假设说您是有被居家隔离 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这个部分 都暂时先不要捐血这样 就公益活动 就是说我们跟捐血中心合作 所有的志工就包括填资料 安排整个动线 然后还有一些精美的纪念品 来鼓励这些热心捐血 这些都由我来劝募 为了方便民众捐血 男子捐血中心延长捐血作业时间 到晚上的八点 部分捐血中心 假日时间也开放捐血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另外捐血中心也提醒 施打过AZ疫苗的民众 必须两中后才能够捐血 如果打AZ疫苗 就是要观察两个礼拜 然后确定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才可以捐血 所以假设有打AZ疫苗的话 就是要暂缓捐血两个礼拜 我都想捐 就觉得没有什么时间的问题 疫情期间 重大伤病的血液需求量 还是相当高 为了避免危急病人生命 捐血中心还是呼吁民众 在做好防疫的情况下 能够踊跃出门捐血 毕竟捐血一带就人一命 记者邱建勋 赖长帮 高雄报道 来 谢谢哦